四只眼睛的女人要为男友抢钱 她大不留心走入银行 两分钟不到随着三声枪响 她就怀抱一大袋现金回来 看到并没有警察追赶两人惊喜尖叫 等着25万美金让他们喜出望外 果将躺在美金上开始发愁 怎么才能花掉这么多钱 正当他们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畅想时 门外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果将说两人现在一人拿一半钱分两路逃跑 明天三点半在老地方见面 如果一个人没有出现 那就意味着这人已经被抓 另一个人就马上离开着 大大咧咧的果将突然依依不舍 果将说你是我梦想中的男人 一阵热吻后 他嘱咐明天三点半见 可他离开后 男爵却一人承担了所有 他被关进了看守所 与他同一间牢房的锄头罪行累累 他自诩曾成功越狱 这次是他刚被抓回来 男爵提出只要锄头能帮他出去 就会给他25万美金报酬 因为女友已经怀孕 前不前都无所谓 他只想快点见到女友 随后他开始给锄头讲起自己的过往 男爵原本的工作是游地员 每天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行 虽生活平淡却能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独眼小妹 每天清晨洒水的退休网哥 天天买快餐的双胞胎姐妹 还有告诉他活下去就有希望的邻居大姐 然而他却只做了六个月就被解雇 糟糕的是男爵有个身患癌症的母亲 每月他都需要很大一笔开支买癌症药续命 男爵所有的钱都花在母亲身上 可恶的是救命的黄色药丸还总是在涨价 每次男爵都会将很苦的药片 加进巧克力拍位入母亲口中 在这个本不大的小镇找份新工作男上加男 这天他碰到了一个女孩 他有一头粉色的长发 眉红色的毛衣在逆光下一发光 只是一眼男爵就确定他就是自己梦中的女孩 可当他和女孩正经打招呼时 女孩却开车走了 没意会他又返回来问男爵为何看起来如此沮丧 男爵开始诉说自己的伤心事 重病的母亲加上他又丢了工作 似乎前方一片迷茫 出狱的紧张和害羞 让男爵感受到爱情的眩晕 果酱的一颦一笑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 果酱同样也是个可怜人 他父母离异 母亲在婚嫁给了一个混蛋还进了橘子 后来果酱一直住在寄养家庭 男爵聊起他从未和别人说过自己的身世 每当他问起妈妈父亲在哪时 妈妈就会说他是民飞行员 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爆炸死了 男爵知道这只是个谎言 现在母亲身患癌症 昂贵的要嫁已经让他几乎无法承担 晚上男爵带果酱回家 可母亲看到果酱并不满意 他只是咳嗽几声回应果酱的问号 第二天男爵回家时看到了正在照顾母亲的果酱 似乎她是个充满爱心的女孩 但每次两人一旦亲近 母亲就一直咳嗽不停 今天男爵依然未找到工作 果酱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 男爵被这突如其来的提议惊呆 一个漂亮女孩为了给男友母亲治病 竟会有如此疯狂的想法 随后果酱的一个吻则 更让男爵大脑一片空白 为了抢劫银行果酱列出一份清单 首先是彩点 他们坐在银行对面的冷饮店 才发现这里人溜不断 男爵想起郊区还有一家银行 果然这个位置让果酱非常满意 他首先勘察银行有几个摄像头 几个员工柜台窗口 有多高入口在哪里 他还将平面图画好 标注关键位置 以防紧张中错误摆出 第三个任务是训练男爵如何开枪射击 指挥送信的男爵枪都端不红 直接走火 果酱则捡起枪熟练镇定的射中目标 最后是训练团队的凝聚力 他们在服装店的更衣间里感情进一步升温 果酱说出我会永远爱你的誓言 为了表达对彼此的爱 果酱在脚踝纹了带有男爵名字的桃心 男爵在脚踝纹上一瓶果酱 马虎的纹身师还将果酱的拼携搞错 男爵和母亲说起了他们的计划 有了这笔钱一切都会好转 可母亲却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 仅存的药就快用完 母亲老累纵横疼惜儿子 他不希望儿子跟着这个坏女人误入歧途 然而男爵却已打定主意最后一瓶 果酱将男爵带到森林深处的秘密据点 他放下一些食物已被两人逃离警察的追捕 他和男爵坦白在寄养家庭生活时 他经常被锁在狗笼里 据说还有好几个他这样的孩子 养父高高胖胖左腿还有些瘸 他有一家癌症特效药厂非常有钱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每天都会侵犯这些可怜的孩子 男爵心疼果酱悲惨的遭遇 他承诺我永远是你穿着善良盔甲的骑士 为了果酱男爵愿意付出一切 他们在一家杂货店找到一对四只眼睛的人形面具 果酱说前半生我们都被踢来踢去 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 男爵跟着果酱打结了这家店 看着果酱熟练的将店员砸晕 男爵目瞪口呆直到果酱将他拉走 果酱嘲笑男爵是可笑的小丑 他保证明天执行最后一项任务后 就带着母鸡一同离开这里 听到母亲在房间咳嗽 果酱起身看他发生了什么 很快传来果酱的惨叫 随后是医疗设备的警告声 果酱哭诉刚才他去厨房拿东西一回来 他就没了气息 母亲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看着伤心的男爵 锄头提起了自己的母亲 他妈妈在雅买家 他离开家里多年 当时母亲也是重病 如今他甚至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 自己干了很多偷鸡摸狗的事 他不想打搅母亲的生活 这也成为他此生最大的痛 似乎锄头在监狱混得很好 新进监狱的男爵午饭都吃不饱 锄头还替他打抱不平 妈妈没了 男爵否定了抢银行的计划 果酱却要坚持行动 第二天抢银行后 他们得到了25万美金 果酱坦白这不是自己第一次做 不过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谁知这次瞎猫捉住一个死耗子 他归咎于这是认识男爵后 给他带来的好运 然而男爵此时却异常怀念去世的母亲 如今他只希望和果酱的小辈比 能快点出生 届时一家三口 可以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 然而果酱却依然在喝酒 似乎他根本不为肚子里孩子的健康着想 男爵从车里要拿回手枪时 却发现卡在车底 做给妈妈的治疗癌症的药碗 原来是果酱藏起了给母亲的药材 让他毫无征兆地离开人世 我来也要摆一次 没别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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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